dale enters a row Ok 各位onnen players 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就 Tara我祝辞 我們這個城市當代系列的 這個系列 觀點測產系列的倒數第二場 更高興是可以跟人群衛先生一起在這邊 幫人群衛先生做這個系列的主持 那今天 人群衛先生基本上是城市甦型 從都市縣市裡面才看一些測產觀點 或者測產的思考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們身為一個測等人 那他的觀點 他的critical point到底是什麼 那他到底在短期跟長期的思考方式 到底成就一個載 跟成就一系列 未來可以發展什麼樣的事情 就是你身為一個測等人 一定要思考的認數點 包括呈現出來的形式 我想今天大概等一下 用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我們會清楚的聽到 呃現他等一下提到他這幾年來 大概所說的事情 那在呃現講之前呢 我大概很簡單的介紹 呃現衛先生 因為我們兩個其實都是建築人 呃現衛先生是我的好的男朋友 呃而且我跟隨他的腳步在走 呃 因為他在十幾年前 呃本來是建築師 後來把建築師事務所關掉 對 然後我是跟你的 哈哈哈哈 然後回到成為一個呃 呃獨立的創作者 這個創作者不僅不僅是呃建築創作 還包含認輸 還包含所有創作 包含在人數上 還包含自己的創作上 包含認輸 然後最後包含策展 那今天我想 我們現在應該會 主要從策展的觀念來 來做認輸 不過呃 呃 其實這個背景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 其實在那在2000年之後 我想2000年之後 他回到自由身 不用扛復一個 龐大的建築師事務所謂 建築師的這個這個 這個身上的重 但以後 其實我覺得他本來輕盈 整個人就輕起來了 呃 非得也更遠一點 那當然做的事情 其實是蠻蠻重的 可是實際上那個輕盈 然後他可以再做這個重 反而是心有餘力 那2000年剛開始到現在 也有一個不短時間 大概已經15年了 那這個15年以後 我一直在觀察 秦也先生他到了這15年來 來做哪些事 其實最重要他有一件事情是 回歸到他另外一個本業 那自己本業其實是一個小說家 或者是文學家 他持續在做小說 文學的創作 這個小說文學的創作 大概是有看過的 在建築人裡面去做文學 根本就是一個 詩子的很棒的小說家 跟文學家 得了非常多的獎 那完全是跟文學家 一些小說家 是在極貧的 標準跟思考 而且對我來說 更具有某種思考性的實力 如果你們仔細去觀察 文學先生在這17年來 出了30本書 裡面有一些是 屬於小說系列 我覺得人家是一隊 很難得的 非常嚇壞的一個 一個角色 而且能夠演得這麼好 而且回到自己的身上 那其實還不是這樣子 我記得在 清雲先生同時在寫他的 小說跟文學系列的同時 他用他的文字其實做的 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這個事情可能跟 之後再做這才有關的 其實就是評論跟分數 他做了非常多的評論 我記得好像在2002年的時候 他其實開始觀察 用一個接近補系 也就是我們的建築 這個領域的補系的狀態 來觀測整個建築界 或者是整個空間界 甚至叫做藝術創作界的 一個大的補系 我記得你剛開始有寫了 一本叫《新人文主義》 那第一本開始在講 觀察一些建築人 可是實際上他做了很多 不只建築 還包括室內設計的一些人 然後先找了10個人 那時候我記得我還在裡面 跟《新人文主義》做了一個 還蠻有意思的對談 那之後又寫了一個10人 就寫了第二個10 第二個10個建築師 那這是他早期 剛開始我非常印象深刻 就是台灣其實在這30年下來 其實很少有人願意 綁台灣的整個建築物 或者是空間 或者是藝術創作 建構一個補系 尤其是在建築上面 我想在藝術上面是有人 在建築上面比較少 所以《新人文主義》就寫了 這兩個補系 可是緊接著 他又把他的補系拉得更大一點 然後之後就寫了 跟《道德經》有關的建築師的思考部分 剛開始只是在用個人的方式 可是實際上他把自己的思考的層次 跟建築師在做創作的這個理念 跟他的approach的方向 又把他連在一起 然後企圖用《道德經》的思考模式 來跟建築師做更多的對談 不只是在我們對談 他其實在那個時候同時發展了一個 他自己的理論叫做洛建築 可是洛建築理論 其實不會停留在思評論 因為他從洛建築的開始 開始有點轉向 這是我個人的解讀 這個轉向其實他開始跟 後面的策展開始有點關係 就是說如果你觀察 本來從小說文學的創作 開始變成對於觀察 整個建築的發展的樣態 這個樣態是 從創作人的觀點來做樣態 發展到洛建築的時候 其實開始變成有些認出性 思考性的關係 甚至於還有一本書叫建三社 開門建三社 其實他又開始做了一件事情 是在看建築師跟文學之間的關係 我想這是他的大辦法 他用自己身為一個文學家 也是一個建築師的觀點 企圖用他自己的眼睛回去看 所有的建築人建築師們 他跟文學之間的這個關係 甚至於他一起 這些建築師們也寫小說 很特別的一個狀態 其實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為什麼稱作他是一個小轉向 是因為他大概在2005年 2006年的時候開始企圖 再把文學建築跟藝術開始放在一起 所以這個藝術的層次我認為 包括非常多的社會現實 他大概不是一個叫做 合成藝術創作 他其實是藝術的眼睛跟創作的觀點 來跟社會現實的連結 我想這個才是他今天主要的一個主題 那從京都武器開始 希望跟社會現實的連結 我記得他在 剛開始在2006年 其實在2006年的時候 他就開始撤了一個展 這個展叫做城市蘇醒 那這城市蘇醒在高雄的鳳山 那這個展其實已經變成一種策展行動 還不只是叫做策展的靜美術館 其實進到高雄鳳山 然後跟幾個創作人 空間的創作人 直接進到社會的倫理 或是社會的社區 跟社會的文理這個事情 然後企圖讓建築人開始觀測這個事情 那我認為是他一個蠻重要的轉向 這個轉向開始 從自己是一個創作者的角色 開始有一個叫做策展員的角色 所以我們今天的策展觀點 其實常常從那個點開始 可是我也為什麼會 拉拉扎講那麼多 是因為 他如果沒有當初的論述 沒有觀測這個苦細 那他其實在轉向的時候 沒辦法拿跨 比較完整的一個面向 那我記得那個時候 除了在做城市蘇醒的時候 曾經當在藝術館 撤了三個展覽 包括年俊城市 還有包括我也參加的 他身為策展員 我也參加了一個展覽 叫做紅樓夢 然後其實講2004年 我記得是2004年 跟 跟好幾個人共同策展 然後邀請了 那件事情有點特別 因為那個事情 對於城市現實的展覽 還包括想要建構整個華人建築的譜系 因為原來都在談台灣的室內設計 台灣的建築人 在那時候擴張變成一個華人建築的譜系 我記得那時候 張永和劉嘉峰 也就是在 他剛開始成為 中國大陸最重要的青年建築師 現在已經不叫青年建築師 現在他們都是 中國大陸最重要的建築師 可是在2004年的時候 他們的確是 這個中國大陸的 開啟的一個青年建築師 來跟台灣的建築師 合在一起 做了一個叫做華人建築 2004的一個展覽 我對那個展覽覺得非常深刻 幾乎台灣的年輕一輩的 從那時候的40歲到 那時候我才40幾歲 跟那個時候的30幾歲的人 都被冉七月先生 跟他們的政策人們邀請 邀請來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就距離了10年來 那這10年當中 其實藍清學院就開始 做了很多策展的教設 藍清月老師的策展 其實對我來講很特別 它有一個很完整的輪廓 跟論述的關係 存在在建築社會的藝術三個之間 那中間也辦過好幾次的展覽 我最記得幾次的展覽 等一下人家一定會說 就是開始辦的幾個展覽 是跟台灣當地的實際上的構築狀況 跟社會的城市狀況是有關的 所以辦了一個叫做独違章 邀請謝英俊 我想這個一個很重要的台灣的建築師 包括王樹 他們來做狼違章的一些新的構築方式 而且是面對於一種有機發展的 而且是一個知名性很強的 這些都是 而且我相信 阮先生在做這個展覽的時候 是試圖創造一種有別 跟歐媒體系的一個叫做建築的形態 是有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不同的觀點 那在那個時候 然後盧維章之後就開始辦原理的城市 包括7-11便利商店 這個時候都在觀測 一直是觀測最微小的台灣的城市的樣貌狀態 其實另外一個輪廓是希望把這整個狀態 拉到一個比較屬於華人城市裡面的 跟歐美有別的這個狀態 我覺得那個野心是非常非常大的 進入在華人城市裡面創造一種新的狀態 那之後如果大家都知道去年 7月7月 之後他又辦了一個人民的城市 這個看起來那個圈頭很大 然後欣俊先生就把他自己的這個自主營造 跟社區的關係結構起來 每一個都是很重要的幾個馬斯東 然後一直到去年在北美館 繼續撤展了一個叫做未知的雲朵 這個未知的雲朵非常特別 又把所謂的華人的城市又擴張為一個叫做東南亞 整個亞洲城市的狀態 然後這個亞洲的城市 大概是在學世界最關注的點 那我一直都在一直期待 北美館先生的下一步 怎麼樣從最微觀跟最具觀的城市 把一個叫做地區城市性 那這個城市性的關係 能夠完整地表達出來 那今天他大概比較不會提 我就很快談一下 其實北美館先生在他早期做這些 叫做新人文主義或者是詩人 或者是道德經在看建築師的時候 其實北美館先生也持續地在觀察 幾個重要的建築師 包括我們的老的建築師臉半很重要的人 包括王大黃先生 他一直一起共同策展 王大黃先生的災難 所以這說不完 說完以後 一個半小時都沒有說完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大輪廓 如果從這個輪廓來看建築人的策展 跟藝術家策展的確有所不同 觀點的切入點的確有所不同 那我認為這都是藝術策展 只不過藝術策展身為一個建築人 關心還有創作人的關心 切進去的點 其實就是我們今天談到這個 Critical的Curatorship 一個觀點策展應該要怎麼樣去建構出 他自己的體系 我大概認為說 這當然我自己只是一個展覽的觀點 他背後有一個完整的體系 這個論述體系是更重要的 那我今天非常榮幸能夠在這邊 用這樣的方式介紹我認識的藝術策展 也希望在這樣的狀態裡面 能夠看到得到藝術策展 在思考這個十幾年來 他一直在介入各種不同的層次的時候 支持同事嗎的觀點 跟實用策展的方式跟認輸方法 那我們再一次的歡迎藝術策展 謝謝藝術策展 攻略 謝謝鋒老師這邊介紹 真的 我聽得非常討厭 我是希望你繼續講 republic 那不要然 講一個半小時我會更高興 以後我演講 根本都來辦公園開場 我立刻流氣大聲 不過不會很謝謝光老師 事實上我們是 就是說只是在同一個平台 或是互相看對方來做的事情 所以是一起走過來 2004年的展晚 到時光老師就是 其中一個重要的 我寫了第一本 臺灣建築師的觀察 董老師也在裡面 所以其實是互相觀察的過程 那今天其實 今天來談 我想 我可能開頭 就是剛剛那個 董事長老師也稍微講了 我策展 我策展其實是從 當內術館開始 從這裡開始第一個展 那是2002年 那我是2001年的 12月把工作關掉 那隔年4月就開了第一個展 然後就接下去 就幾乎就一路下來 那我可能 開頭還是把我做過的展 很快的帶一下 就大概有個脈絡 那可能今天我要講 這些展覽裡頭 其中的一個部分 是直接 接入到都市裡 都市做一個場域 來策展的一個 這種模式 我想這模式可能是 就是我們學建築背景的 會比較 會很在乎 都市的真實的背景 如何介入 那這個大概用這個 我會舉幾個例子 這個展覽來做這個 這個中線的說明 這個是 這是倒數回來的 倒數回來的關係 倒數回來的關係 其實一開始的 頭三個展覽都是在當代廣 是2002年的 延續做的兩個小展 第一個叫 草安西路神話 這個是一個 藝術跟建築之間交叉 第二個展覽叫 嚴峻城市 其實我為什麼會變 測展覽其實是 還蠻奇怪的 就是 這個草安西路神話 是當時第一任的館長 是一個包裝館長 他希望測一個 希望館內測一個展 他覺得當代 藝術館 跟外面這個 這個 草安西路這個社區 好像完全不加工 住這邊住戶 也不知道這裡在幹嘛 他說我們要測一個展覽 讓這個館跟這個社區有個對話 然後這個展覽呢 是館內測的 可是他們 好像一個爛場 所以到 開展前 可能一個半夜 就是還 已經 只有三個藝術 要邀三個人 他們邀了兩個人 可是沒有題目 都沒有論述 後來他們就 就想到一個 因為這個跟草安西路 跟社區有關 然後就想 可能找一個 都四輩子人來談 就邀我當第四個參展覽人 那我參展是文字參獎 我負責要寫給文章 那 我說好 我就寫給文章 然後我的文章名字就說 《草安西路神話》 《街道是植物》 《動物》 《藝術》是動物 然後就交了 然後郭先生就說 你這個題目很好欸 那你那個寫的 幾乎上一個策展位數 你要不要讓策展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我說不曉得 我說如果你覺得可以 當然可以 但我不知道 然後我就變策展 然後那個展覽其實好像是 六禮拜 然後那個之後 那個展下檔後 又有六禮拜 空的一個東西 他說 你要不要後面再給接啊 我說可以啊 那後面那個要接的話 我的專長是建築 我只能做建築 他說沒關係 沒有問題 所以第二檔 才是真正的 才算是真正的策展 第一檔是有點像救火隊 因為那救火隊 有功 他們就稱我策展 就不知不覺人家策展 這就是這樣 無心插臉 那第二檔 那第一檔 才是新的神號 其實就是在思考街道 跟藝術的關係 那基本上 我當時把街道當作職務 我認為藝術是動物 他們中間的傳說 那用這關係來討論 美術館跟那個 故事的環境的關係 那第二檔是年軍程序 當時邀了三個人 是邀那個 沒有問題先駿跟陳浩正濤 那先駿當時 滿正好 其實我們只用樓下三間 算個小宅 然後先駿那一間 我就先約這件事 他完全不用 他不要用那一間 然後他就把那一間 當作他的工作 什麼時候 他就這樣 他就辦辦公桌擺起來 他的電話 他的印表機 電腦什麼都擺起來 然後他派一個人都在裡頭 他說 是真的在那邊上班 他說這邊有免費的電 還有免費的氧器 我班就是就設在這裡 所以他員工每天早上開門 就進來上班 他是坐在那邊工作 可是他進來看很感動 說這咱們好認真 接電話 談生意 然後那個傳真來 傳真玩的東西 就把他叮到牆上 就別人在那邊 然後起先我覺得還蠻恐怖的 我怕他給我開一大片出來 不過他 結果他就拉到外面 他說他在外面做一個針針 就在外面 他就把他那個少竹的工作 拉下來 在外面就蓋了一個針針寶子 那那個蓋到外面 那個是當時給我 那個還蠻真 而且我覺得力道很強 所以當時我就意識到說 確實建築物要在一個空間 美術館中間不容易展 如果還能進到都市 進到真實場 是有別種力量 那那個是跟先駿在當時合作的一個展覽 然後這個是 這個基本上2002個展覽 然後2004就是那個 剛公司當老師講的 就是這個是一個蠻大的 整個廣東部進來 那時候 就是 氣族也很大 是要把 就是拉開整個華人 包括大陸 香港 香港那時候找張志強 西加坡找陳嘉義 然後大陸 找了三個人 台灣五個主要的 以及另外一批年輕的建設師 所以其實是陣容很大的一次展覽 然後這是隔年的2005年 在高雄鳳山 就這個展覽 就直接進到都市去 就是以鳳山的一個都市 包括總美尤其 標了總共五 九組團隊 他們 我選定鳳山的一個禮 然後沒有時間告知 就直接建設師帶進去 跟實踐大學 建設師的學生配合 他們每個人 大概有八到十個學生跟著 然後用五天 再一個預算 預算也很少 預算要只給他們 一組七萬五 去做 要做出一件作品 然後他們要自己 在裹色培率範圍內 自己想 找地方 自己去議題 自己做出來 那那個 這是大概第一次 就是以都市 當作展場的概念去做 那整個上 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我後來就延續的方式 繼續下去 那這次2006年 其實是在威尼斯 在威尼斯展 那時候我去台灣 是跟 跟謝一駿 防水源 跟劉國昌 然後搭配了 我後來也常配合了 芬蘭介入師 Marco 其實這次展 原來我也希望是 直接進到 我希望進到那個 威尼斯的城市 最早其實這個館內 我只放三個台灣介入師 然後我邀了 Marco 跟一個 融會介入師 所以要搭配一個小型的公司 我希望這兩個公司 在城市裡做 那我給他們設定的題目 一個叫做 Eastern City 一個叫做 Plugging City 就是用那個 那個 用這段 就是 然後其實那個 我現在很厲害 但是Marco 我其實跟他討論 要設定 就是說 我們在開幕的時候 我們要去 佔領街道 那佔領街道是 我們會把一段 台灣的夜市的那些 那個場景 就是說可能 設定個 30公尺 然後整個 夜市的東西 帶去 然後忽然的 就把這東西在 威尼斯的一段 街道 站下來 然後就變成夜市 然後我們這些所有的 三宅人就是在那邊 煮湯 煮什麼 炸臭豆腐什麼的 然後來賓來就給他吃 然後 兩小時後就消失 然後剛做這個 或是被 被 寫政單位 否決說不准 你們不准去 破壞台灣的名譽 那我還是覺得 因為台灣 其實台灣管 要在威尼斯 讓人家注意到 是很難的 所以當時 我希望製造事件 而且直接的 就是有突擊 反而這種 就是進入都市 還是有些人 會很擔心 然後怕會有事 後來呢 是在改變完成 這個事情 然後 2006年 就跟學生中 一起策展 王大宏 久維樂 王大宏 這個事實上 就像郭老師講 我覺得台灣 疏離台灣 這個現代建築 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但是無論的 必須要去疏離 然後2017年 這是另外一次 就是一接到 回到海北 就是從高雄回到海北 那這次是 我一直對生命論 這個通路系統 我非常感興趣 這個我等一下 R&D再講 有人知道 這個是 我當時 就是Terry Seven 這個東西太有趣了 我很想思考 Seven 這個通路系統 他們密布了這個東西 到底對城市 未來 會產生什麼影響 那我希望這個是 跟他們一起做 思考的可能性 所以這個 當時也邀了 發出這個事 然後這個其實是 我直接上Seven提案 就提案進去 然後一層一層上去 最後他們就同意了 就給我 我記得是140萬 還出版 去策劃這整個事情 那就在台北 跟八加Seven 等一下我們會談一下 這個案例 然後這個是一個小的展覽 是2009年那個 叫做 有一個國際五策日 然後台北 台北市也回應 然後找我策一個站 原則上就是 我在台北縣 找了一個馬路的兩邊 總共大概18個停車隔 然後停車隔 這天不開車 一直停車隔 沒有用 所以空下停車隔 我們就變成展間 我就邀請18個人 一個人一個停車隔 請你 在今天從早上開始停車 跟晚上結束之間 你把它做一個作品出來 那就展一天 不開車不停車的時候 這個國民都市 就可以變成藝術空間 那這是一個小小的一個展覽 那這就是到那個 跟憲俊跟Marco 到聖日窗演講合作 做了一個叫Bob Don 就是一個巨大的構造 這個在大陸得到 慢慢大的反響 事實上去年 大陸在 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的時候 他們做了一個 深圳建築雙年展的 在回顧 就是當作呈現 在中國館的一個呈現 那他整個把 深圳雙年展之後回顧了 所以他們挑一件 作品複製 就是挑一件 在威尼斯 他們又再製了一次 不過我們都很不曉得 他後來做的東西 Marco有起生氣 就會把我們做得這麼難看 他還寫信去 他直接寫信去 罵那個 義大利建築雙世 就是那個負責的人 把他罵一個人 這個是也是2011 這個也是在城市裡 就是針對違章 這個違章 本身的意義 其實不是表面看起來的 那麼單純 他有很深層的意義 他從構築啊 從自民性上 他有特殊的意義 以及居住者可以主導 跟參與這件事 他有特殊的意義 所以從這角度 我其實是準敬他 那就邀了 當時還沒得獎的王宿 跟千賓的合作 一起提出 對於違章的一些思考 這個展覽也是 迴響也蠻大的 這展覽也很困難 這個我等一下也會提一下 大家也可以再參考 2012年 就跟中泰合作 在中山川基地 包歉去整理了一下 他的展覽 一個層次 然後 那個格格 2013年 還是在專業基地 這我等一下也會再提一下 做一個比較小型的 兩個 都市建 建築展資產跟蕭有志 做兩組 小小的做一個 就是一個 像是一個小型的一個展覽 直接介入 有點像遊籍站 這樣子 進入都市的一個小展覽 那這是去年 跟一個朋友 李國明其實是 建築界非常長期 大概是最被尊敬的一個 建築攝影 我覺得建築攝影 建築攝影家 一直沒有定位 他不被尊敬 他就相信服務者 那他找我 幫他測這展覽 我就同意 我覺得應該是 正式的位置 所以就幫他測了一展 那整個題目是叫做 與 就是用關係 來鑑定這個事情 這也是去年的 就是為您的雲朵 這個事情 在去辦的展覽 大概這個是 整個脈絡大約是這樣 那裡面其實有一些 還是在 在美術館內 大概有一些 大概有一半 是在非美術館 那我想 我的重點是 可能會比較偏重 在非美術館內的 故事的這個脈絡 所以我可能 我可能就拿一些 例子來給大家 說明一下 我大概會提三個 如果時間夠 我會提三個展覽 第一個我想先提一下 這個 7-11這個展覽 7-11這個是 是我自己 對這個感興趣 然後透過瑞士的 一個7-11裡面的人 提案進去 他往上報 然後 跟他們交錯開集資會 最後他們上課 我是跟他跑到台南 那個同一個總部 碰到 他們的大老闆和老闆 這樣面談 這些事情 然後 我對那個7-11充滿了想像性 我一直叫他們說 我說你們7-11其實有兩件事要做 這兩件事是最賺錢的 你們為什麼不做 他說哪兩件 我說一個是宗教 裡面要設神堂 就是 其實現在人沒有時間去廟 每天去7-11的時候 隨便燒香拜佛 衝著捐什麼都好 然後再捐一些錢 最賺錢的 留著不做 另外一個是 我說政治 這個也是最賺錢的 你們應該介入政治 他聽得更怕 你是要把我們7-11充滿了嗎 但是我覺得政治跟宗教 當然就是最賺錢的兩件事 7-11已經有台灣 7-11已經超過5000家了 全台灣便利商店超過1萬家 它影響力多大 每2300人就有一個便利商店 這個我很快帶一下 我把它叫 我把它叫 我把7-11 它是City 或者是城市五島 我覺得7-11 事實上對我來講 它就暗示 主要是它的通路 它的通路太神奇了 就是我這個展覽 基本上就是以 排百座觀察對象 那我就是挑選 是全球化現象裡頭的 一個通路系統 做一個思考點 然後以在東亞 非常發達的7-11 當作例子 來做這個檢驗 然後這個也 還是用那個工作營的 生產的方式來做展覽 那也是跟 時間大學合作 就一樣的 就是一個 邀了八個 八個TERRIS 然後每一個 八個四個學生 一個人大概有八個學生 也是用一個禮拜 就是 他們TERRIS來了 我們告訴他們議題 告訴他們所有事情 然後一周 也大概是 五萬塊左右的預算 就是讓他們操作這個事情 然後這個為什麼 我覺得7-11 是最近三節 在台灣發展出來的 一個明天的通路 因為通路 其實常常是政府在主導 通路我們通常依賴是 硬體通路 像鐵通路 像電線 像什麼這些東西 都是政府 像是捷運 我們都認為 這個硬體通路 其實是最關鍵 但是漸漸的 硬體通路已經停止 在發展 而是這種看不見的 軟體通路開始出現 包括7-11 包括網路 包括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個看不見的通路系統 反而是會影響 曬波的程式 真正的關鍵東西 那我就選擇7-11 來做觀察 然後他們當然我們都知道 他當然做了很多事 而且越做越多 甚至我們現在看到 他開始取代政府 做很多政府事 譬如說像 我去年我的駕照 RENEW 就是在7-11 完成的 我去那個政府機構 我就可以 因為 幾乎可以不要去找政府 我是不是去找7-11 我就可以找我的時間 都搞定了 那這裡頭我們看 它事實上有一些數據 2014年 台灣便利商店的總額 便利商店總額佔台灣 綜合商品營業的26% 很多 我們年前只在25% 它是體積在上升中的 然後現在的 已經突破1萬 在去年底 突破1萬已經到1萬 131家 那7-11 超過5000是最多 那台灣便利商店 每2300人 就一家 日本每2450人 台灣正是超過日本 變成世界上密度最高的 但是這個是最近的統計 我做的時候其實是2007年 那時候 這幾年發展的更多 那就是 我覺得 從全球技術來看 便利商店的興起 它反映了現在社會 不斷流動 跟多元選擇的特質 以前的集中單位 它的權利跟友的價值 就不瓦解 各別片段 臨時跟機動性 越來越符合現實性 那我覺得7-11就完全反映了這些 這些價值 那這裡頭 有一些觀點 就是它包括 我們現在社會 我們希望脫離與流動 在一種快速 卻遙遠的群體的同域性 就是你一方面 你希望脫離 可以同時又建立的一種群體性 這兩個都同時在改變 它是一種又同步又多元的 一種奇怪的一個現代現象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 反映可以在7-11裡頭 看見這種特性的存在 那另外一個 我在看7-11的時候 我就想一個城市裡頭 台北這樣密布了這些7-11 我其實一直把城市 當作是國的神社 都是像一個人體 然後這些7-11 就有點像我們 我們那個中醫的那個穴道 它是看不見的 可是它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那你事實上你可以透過7-11 跟針灸一樣 你透過7-11 扎一個針 扎一個針 你可以調整你整個體質 改變你的健康狀況 而不是用西醫的方式去開刀 截肢這些東西 就是用微調的方法 那這個我當時其實 這是一個軟體通路 但是我把它架構在一個 硬體通路上 所以我還是選擇 當時的淡水線 當時的發展隊長 淡水線中 選兩個站 選一個比較靠近台大 比較中上階層的一個 台大的公館站 然後再選一個 比較下面 放進比較階級性 比較低一點的另外一個站 兩個站 兩個站 各找四個7-11 然後分四個 一人搭配一個 然後一週去操作 最後就把它當作一個展覽展出來 那這是在公館附近 在公館附近 其實公館 就是公館站附近 就在徒步範圍內 就有五家 那五家 這五家都在這裡 那其中一家是在台大校園內 所以台大校園內 會比較難操作 因為台大一定會反對 所以我就放棄這一家 就選了另外四家 那這包括大台門市 它在這邊 然後捧泉門市 在南北市場後面的丁州路上 然後 軍總門市 它也是在丁州路 那比較靠三種 這邊 另外一家 然後一個三種門市 它總共這四家 然後 這總共四家 然後每一個 我就 搭配 就每一個 搭配一個計認識 這計認識就繼續跟店長討論 然後了解這個 然後 以這個店做一個中心性 你在這附近提出 不管你的觀察或是什麼 那這個是從漢城 我那時候邀請了 除了台灣計讀師外 主要邀請東亞的計讀師 因為東亞的計讀師 是瞭解這個 這個城市的現象 也瞭解森林的 所以以他們來做回應 那這個是從漢城找來的 一個 普映證他的計讀師 這個 這次工作已經 我把它更複雜化 就是除了計讀師外 我每個計讀師 都搭配一個詩人給他們 我說你不要動作 我最後後來發覺這樣 那最後四人就是 每個人都寫了兩首詩給我 然後 總算我有進過對文學的那個 然後還搭配了社會學家 然後跟台大社會系的 你現在跟老師提示很多 他帶著社會系的 也就是一起進來做 就是會要他 其實是希望能夠 擴大那個 那一個禮拜確實是有點難 那這個是普映證 他到台灣來 就住在這位 在這邊 胖胖的他 他 他非常喜歡吃台灣食物 所以他們那一組每天 他就吃飯時間到 這個選就說 有什麼好吃的 我不要 我要吃新的 他每天要帶大家新餐進去吃 他們就一直吃一直吃 因為他想吃 一直想吃好吃的東西 然後這個 他對7-11來看 他到7-11 然後他感覺7-11已經像是一個 宗教的一個信仰 每個人都要去 然後每個人都是非他不可 那他感覺到有宗教性 所以他想要用宗教來詮釋7-11 那他就開始 就我們看當然就是做了一個像 這個蓮花做的東西 放在那個店裡面 但他真正 他這個都做好了 他要找出那個神 然後他就找到一個神 他的神就是王建民 因為那時候正好是王建民要 19勝 再差一勝就20勝 全台灣瘋狂 就是希望王建民能衝到20勝 變成史上最強的亞洲投手 所以然後他就覺得非常不以為 他覺得王建民有什麼了不起 所以他就覺得 所以他們就覺得 可是他說王建民在他來台灣的時候 就像是那個神 他就決定把這個神造出來 所以他在那個 史上是在 這個7-11的正對面 就是這個 這個對面面 這邊有一個籃球場 他們後面有鐵絲網 然後這7-11就在這裡 就在它對面 在這個鐵絲網上 用那個7-11的咖啡杯 就是咖啡杯 那他就是白色的 他有些把它染黑 就是這樣黑白黑白這樣子 就拼出了一個Go 20 就是20勝法 一個很大的東西在那邊 那一方面他也是 有點嘲諷這個 就是民眾的一種狂熱 然後把這個狂熱 跟7-11的宗教性結合在一起 就是造神 然後造出了王建民 不過這個 當時經過很多人都看了 都嚇一跳 這個一個例子的造型 那下一個我舉的例子是 那個曾偉 曾偉當時也是 我們跟那個光老師 我們做就摘了 他也是其中的年輕的 當時光老師已經 我已經把他算年長了 他不算年長 這個是 曾偉是屬於年輕的一群 那曾偉 曾偉他就覺得 7-11其實是一個通路系統 他可以服務社區 那他服務的東西 其中一個他在想的 他想到這個東西 他想到台北那時候 開始流行的那種健身中心 然後健身中心的中彩 跟他的某種 他覺得裝模作樣 使他有點想要批判的事情 所以他覺得 其實健身中心 必須要像7-11這麼平民化 這麼的 所以他就有準備 他就決定做一個 7-11版的健身中心 所以到7-11就可以健身 然後他的做法是 就在這個7-11前面門口 這裡有機身的停車殼 他就把他站下來 然後他就叫學生先去 撿那個 廢棄的腳踏車 把腳踏車拆解 重新 然後腳踏車組成一個健身器 是真的要可以用的健身器 所以就組成了更是這樣的健身器 就放在停車殼上 然後學生就 每一個上面都有一個 有一個指示牌告訴你 這健身器怎麼運 怎麼做啊怎麼樣 然後就是一排的健身器 然後再伸了門口 然後免費使用 不過這件作品 大概兩天後就被警察強制的拆除了 他說我們違規占用機車 機車停車位 機車停車位 就被取消了 那這個是一個 直接在路邊做的健身器 你可以像這個 這上面都有那個 使用方法說 那這個都是可以用的 是真的健身器 就是平民版 日常版的 7-11版的健身中心 那這個是Marco Marco我也常常跟他合作展覽 因為一直很喜歡他觀念 然後Marco當然 在芬蘭沒有7-11 可是Marco就在想說 在芬蘭 就是說在台灣 我們每個人 幾乎每天都會去到一個 給你商店 那他就想說 對芬蘭人來講 他們每天會去的是什麼 是商拿 他們每天都要去的商拿 他們幾乎每一個家的後面都有一個商拿 所以他就覺得 芬蘭的商拿就是我們的商拿 所以他就要把這兩件事結合在一起 他就在這家大台門市前面 他正好有一個吉隆 就蓋了一個真正的商拿 但是外面坐的這個 幾乎要脫光的就是Marco 然後 這是一個真正的商拿 這都是完全真 五萬塊 然後 這是他那一組的學生 實踐學生身材都還不錯 所以我們直接 但是這個也蠻慘的 這個我們開幕那一天 就很隆重的 把那個木材放進開始燒 然後煙開始冒出來 一個人暴擊 然後有人亂冒煙 警察就來了 不准冒煙 就必須暫停 這是沙烏木材 但是不只這個Marco 其實他覺得7-11 其實還要附帶一個責任 他在這個7-11 因為每個7-11 有他一個服務的 服務半徑 他一個服務半徑裡頭 他發現了 有一個小菜園 有一個老阿嬤在那邊種菜 然後在那邊種蔬菜 這事情他覺得很重要 他覺得7-11 必須要連結到一個這種在地的身材 尤其是對於綠色環境 這件事情 所以他從那個 那老阿嬤的一個菜園 都做了一些稻草人 然後他就從那個菜園跟7-11 中間開始 教學生做了非常多的稻草人 然後就沿路 就是一直擦擦擦 就是把菜園擦到7-11 讓這兩個 他覺得那菜園 有一個真實的能量 他要把這能量灌到那個7-11 然後就沿路 就擦這些 就到處的擦這個 不過這個東西 很多人反感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東西很恐怖 那島外都OK 只是 男人很多人覺得這個很可怕 他們就會主動把它丟掉 所以隔天那個3-12道牆就不見了 那這樣會不會有的就 抓到店的門口 那就基本上就一直從這個 這個牆的後面就是一個菜園 一個老阿嬤的 從這裡一直把它連接到7-11的店裡去 那這個是在那個公館的部分 那另外在那個就是 林德寨 那比較有趣的 在公館那邊 我們動輒的就 幾乎每個人都被打到警察 或是他主動來破壞你 他有一種高度的就說 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 這個 在民德戰 沒有人管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就可以看到一種 階級的意識跟階級的 對於容忍度的 我們在高雄做的時候 八組完全沒有 沒有人管理 所以其實 就是說 一個人可以 可以進入到公共空間 可能公共空間裡 介入多少 是不一樣的 那在越高收入 或是 意識程度 知識程度 越高的地方越少 那當時我很強烈的感覺 是公館和民德站 兩邊的那個民眾的反應 天差地點 是很有趣的 就只是捷運站 大概八站的差別 就已經是兩種 像是兩種社會的人 那這個是在 這個是在那個 明德站 那 明德站 也是 以這明德站 在附近 他也是一樣找了 4間1234 4加7加附近 在這個 以一個硬體的 硬體的這個捷運 硬體通路 搭配一個 軟體通路的觀運來做 那這個是 這個其中幾家 就是他們的現況 然後 這個搭配上來 其中明華門市 是 林浩妍 那林浩妍 他覺得 他去7 他對他來講 他覺得7 是一個非常無情的地方 就是貨品的 上架下架非常快 然後整個流通 那個品牌 商標這些事情 對他來講 這就是一個快速的 一個真的主義的 一個快速的 一個無情的 一個現實的 場所 所以他就覺得 他要表達這件事 他表達方式 他就決定用冰塊 來做一個裝置 然後他在冰塊裡頭 他先在7th裡頭 把那個商標 還有商標上面的文字 他就把它拍下來 跟記錄下來 把做成一張一張的紙條 寫成一張紙條 然後把這紙條 冰到這些冰塊裡頭 然後這冰塊在開錄的時候 他就把它全部 這裡邊有放一些東西 有放很多紙條 很多小紙條在裡面 那跟紙條都是7th裡頭 商品上的文字 然後把它架起來 然後架起來 然後架起來 就開始讓它融化 就是一天一夜 就融化光了 那它其實是做一個 像是一個裝置 在同時 它是藉著裝置 在表達 它對於7th這個系統 底層 其實還是有一些 一些商業的 或資本的一個 一個通募的無情性 那這個是 就是你可以看到 有些文字在裡頭 那麼你在融化過程中 這些文字就會 冒出來 那這是桌子 到晚上 其實那個 林皓妍也是那一次 我們在展覽 年輕的那一代 那梁國昌也是那一次 基本上從那以後 再找出這些年輕的 那這是梁國昌 在那次 他搭配 梁國昌 他基本上 他是對於商品本身 都有一個條法 這事情感興趣 他覺得這三人 每件東西出入 都有一個條碼 都要被刷一下 逼一下這東西 讓他覺得有趣 所以他要開始討論這個條碼 他覺得都市 會不會給電影全部條碼好 然後意思是說 有條碼的 其實是合法的 有身份的 沒有條碼的一切都是非法的 沒身份 所以他挑戰這事情 那他的作品 其實他常常都是去撿 那些所謂非法的 沒有人要的 路邊的 那些 那些東西 然後他把這東西 再轉成一個合法性 他的合法性 他把一個條碼 直接做上去 所以從這個 他的這座品是 這個是從7-1的門口 他把7-1的門口 他第一個 他自己改變了方法線 然後方法線看起來 有點像那個 像一個條碼 然後這個 衍生到馬路對面的 一個裝置上 把它整個東西 做成像一個條碼 然後從那個 從這個7-1 他一直穿過小巷子 走到那 背後有一條 一個公園 有一條小溪 他在那個公園 做出一個 一個路徑 然後這路徑過程中 他就把路邊撿到的東西 通通七成白色 然後通通畫上條碼 變成一個 有條碼的一個路徑 像這樣 這個撿到 然後就是一路 一路這樣子 一直撲過去 就是把一個路徑空間 做成一個 一個 類似這樣的 一直引導到河邊 一直引導到 這個河邊的 然後 這個手把也都常用 就是 真實跟虛擬之間的交錯 讓你在這裡 我剛才有看到這個東西 然後就是到公園的時候 就一樣的 鋪出一個更大的 這個公園 你也有條碼 一切都有一個條碼 卡路也有條碼 除了他們都有一個條碼 這是國昌的作品 這是除了到公園的樣子 這是他們的壯界 他們的壯界 旁邊那是 黃雲 北京的建律師 他也一起參加 他們的壯界 當時還沒出名 那時候 我剛才講 他這五個人的公司 正在報索 然後 然後 他做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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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他的7 他這家7的正對面 就是一個小公園 然後他就思考 公園跟這7的關係 他想 為什麼7不能是公園 公園不能是7 所以他開始把這兩個東西 付掉 所以他就說服了這店長 然後他親自在空間 在裡頭 真的蓋了一個 一個像公園的這個 這是蓋出來的 用磚氣起來 水力氣起來是真的 然後教主 然後去買了一棵樹 種下去 不過那個樹 好像不適應冷氣 一天就枯掉了 就立刻死 就像現在這就死掉了 不過這整個是 那很多人走進來 到這7都嚇一跳 怎麼有一個花台 還可以坐下來 就是會很錯亂 然後同時 他在公園的 這個是在這裡面 走進來就會看到一個這個 那這個是7 7裡頭會有一棵樹 然後有一個花台 就讓你覺得 怎麼7很像不公園 然後在對面的公園 在對面公園 他就把公園都圈起7的那些標誌 然後在公園的 就是圈很多這個7的標誌 然後你走進去會看到很多7 然後在公園進去跟出來的地方 他會裝那個7的那個 就是釘倒 釘倒 我幫你教一個 所以你走進去身為 那釘倒 還是幫你 就嚇一下 你知道嗎 這樣這兩件事一開始 交錯 這是他們的作品 那這個是711這個展覽 然後我們可能先看一下那個一個比較短的 我把它叫城市實驗兩個行動 因為它其實是以城市當作一個背景 但是兩個小小的作品 然後你快速的溫度 我把它認為像是一個遊擊站 這樣子立刻站立 然後立刻出現一個操作方法 那當然是邀請 那其實就是邀請政治展理廠跟蕭永劇 因為他們兩個人都具有那個實作跟操作能力 所以請他們來 我希望他們兩個人能夠回憶那個 在我選的那個都市範圍內那個中山 就在這邊寫對面那邊 中山跟那個民生那附近 對於那個整個都市環境 他們來回憶一些他們的都市觀點 那這個是 然後是建築繁殖廠跟蕭永劇 然後建築繁殖廠他 他們觀察以後 他覺得這個廣大的草皮 那邊有一個光源 那個草皮 這個草皮就是一個靜態草皮 然後人也不敢上去 就是這就是一個 好像無法介入無法不動 他希望你把它擴開來 所以他在裡頭做了兩個 可以使人上去輕鬆越操作的一個平台 希望打破草皮的不可介入性 希望把人透由他的動物引到自然的環境去 跟自然環境可以互動 同時他的作品是這個跟這個 以及在這個屋頂平台上 他做了一大型的裝置 他希望活化屋頂 讓屋頂變成一個城市的活動空間 這在屋頂上做 他這個也是 我本來是想說輕輕的一個 他是帶了一個加農泡籃 我本來想說你帶一個機關槍就可以了 他就帶了一個加農泡籃 然後不只在屋頂上做了一個 像是一個表演互動的東西 還做了一些居住空間 他希望從這個屋頂 可以直接連接到底下的辦公室 所以辦公室人可以從窗子爬出來 直接爬到屋頂去 然後在這窗子上 我們還掛了一個居住單元 他可以在裡頭睡覺 然後就是屋頂 他可以爬下去爬進辦公室 辦公室可以爬出來 所以兩邊的這個關係 所以最後他做起來是一個 類似一個像是一個 一個裝置 但這是一個表演 可以展演的一個平台 然後從這邊 這裡有一個小居住單元 掛在牆邊 然後從這裡可以爬到楼底下的辦公室裡頭 所以這裡有一個小居住單元 然後在這裡上面也做了一個小居住單元 非常小的可以做一個小空間 就是做成一個屋頂的裝置 然後這個是一個小居住單元 在這裡頭 然後從這裡頭 你可以透過這裡爬下去 然後從這裡爬下去 可以到底下這邊還有一個平台 然後可以從那臨近到樓下的辦公室 然後他把原來好像是 沒有人可以使用的草地 做出一些舒服的木板 跟一些裝置 使人可以跟他產生出一個 積極的互動性 他做了兩個 一個這個一個這個 然後在屋頂上做了一個 整個是一個他的這個 觀念性的 一個都市的觀念性 那這是在那個屋頂的上面 然後那個小友智 他做了一個更獨小屋旺 就是他的出發點是 他當時思考兩個 因為他在這個中山區的附近觀察到 那附近的小套房特別多 可能跟那邊的各種行業有關 就是那邊是一個非常多小套房 然後他覺得這種小小居住單元 其實一直是沒有被好好對待 甚至於大家是覺得負面的 同時他也思考 就是台北的房價越來越高 就是未來的人的居住 可能單元會越來越小 所以他希望做一個非常小的一個居住單元 譬如說只有兩坪 可是你在裡頭什麼都有 所以他就決定用 然後用木頭來做 木構造做一個東西 最後做好了 把它放在公園中間 他當時就歡迎大家的四柱 可以到裡頭去居住 是一個完完全全完整的一個居住空間 裡面生活技能完整 然後洗澡 然後這個浴室 這個廚房 這個台子是料理台 但你打開底下就是馬桶 然後這個馬桶是那種有機化肥的馬桶 就還可以回收再利用 不過應該不是拿到這邊再利用 這個馬桶 然後這是蕭友智跟他的這個 這個小 蠻浪漫的一個小小小子 在都市裡的公園裡 他就是李立皇跟建御福安治場 但李立皇一直說 他們一直不要出來 他們的作品就建御福安治場 他不叫他們一直出來 那蕭友智 他們兩個人的作品 這是一個也是一個比較小比較快的作品 那第三個我可能就拿了當例子 也是以都市也是以台北 那是跟老奴維章 就是這件作品 那這件作品其實因為牽涉到的思考跟論述 會更複雜 所以 那這個其實我當時取的一個叫 從維章建築到五池建築 那這是2011年3月 在中華路的一個階段裡頭邀了仙俊跟王樹 他們是兩岸我個人都很欣賞的兩個建築 請他們一起來參與 然後跟他們提 我跟王樹說 王樹你要不要來台北參加我一個展覽 我讓你做一個維章建築 他就很興奮 他就說 好 他說他很想做維章建築 因為他在台北看到很多無敵的維章建築 他非常羨慕 他覺得這些簡直太神奇了 他說 我說讓你做一個 讓你做到高興 他說沒有問題 他說他就願意來 那現在去本來做的就是一方建築 所以 那 那 很正常 對方的只是多一件 也沒有差別 他現在就只要 有地方給他蓋他都不高興 只要到哪裡蓋他都不高興 那 其實這裡頭思考 我是在思考 台灣其實建築的發展 是跟這個權利有關的 就最早的 從王大鴻的年代開始 基本上建築師是直接跟政治權利對話 然後 到1980的轉例點的時候 開始建築師 所以我把政治權利當作台灣建築發展的第一階段 然後代表這個人生其實是王大鴻 他通過跟國民黨的一個對話信 然後發展他的作品 當然不是那麼順利 可是畢竟是這個 1980整個台灣的權利其實開始轉到資本權利 而資本權利興起代表這個就是李祖元 李祖元非常有能力跟資本權利對話 而且他的作品就是透過資本權利的展現 來確認他的位置 然後第三段的發展是九年代中 之後的一個公民權利開始興起 公民權利興起之後 公民權利興起之後 其實我覺得代表 建築師是先駿跟黃森遠 他們都是在這一波裡頭 所以他現在的重要性其實是 跟台灣的這個結構 公民權利的興起 我們覺得是有一個必然性的關係 不是偶然的 那在這過程中 這個權利的轉換中 建築師也會再到 就好像 就完全幾乎沒有做可能 因為他那時候政治權利弱下去 資本權利的作品 他沒有辦法跟資本權利對話 所以他整個就推進去了 那李祖元 他沒有辦法跟公民權利對話 所以他在後半段也消退下去 現在本而是能夠直接跟公民權利 跟公民權利的最直接的是 黃森遠跟謝英俊 所以他們是現在 所謂會浮現的原因 那這裡頭其實談到的就是 在這個過程中 政治權利和政治權利 其實都是一個 由上而下的一個單一系統 公民權利的時候 他開始是由下而上 所以台灣建築美學或建築的作為 是開始有一個轉變的 所以這個是我開始的關係 像《老讀維章》 我認為就是一個 由下而上的一種構築 跟一種能學 像狗如章老師講的 它具有它的自然性 它是一個構築系統 不要輕易的去看扁它的存在的意義性 而這從台北的高處看下去 其實到處都是這樣 滿滿的違章 所以滿滿的違章 它已經是事實了 可是這個事實 事實上是沒有人碰觸 或者我們甚至現在 我們的市長也還是覺得 我一定要把它清乾淨 你為什麼要清乾淨它呢 就接受它 處理它 不一定要把它清除掉 我的態度是處理它 而不是 之前市長是腳都沒看到 看到了就說我要把它清掉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呢 你先接受這事情 然後把這事情轉成正向性 找出它的優點 台灣的這個偽造發展 其實是有它的必然的一個結果 在1949年 國民黨撤走台灣的時候 大概有兩百萬人 同時從大陸過來 當時台北在日治時代規劃系 六十人做一個指定的 就立刻過多的人衝進來 所以在當時 1963年的台北市的紀錄 有百分之二十八的居民 是住在武雙建築裡頭 大約是五萬五千戶 在1963年 這個事實 就已經是一個記者的事實了 然後主要的一個關鍵的措施 就是在南北市政府1994年12月 它認定了12月31以前的繼承違章 可以拍照鏈管 之後就不准 用這個當作分水嶺的處理 所以大概我們可以看到 政府在處理違章的時候 其實是 它是在政府地圖控管 跟公民自發生長之間 產生了一種妥協跟折衷 目前就在這種狀態 大概是公民老的一個狀態 它是一種某一種的共生 這共生是一個階段性 我覺得它還等待下一步的 到底要怎麼樣的這個處理 那對於這個統一管理跟個別的權利 這之間產生的空間矛盾 這個其實一直存在 就像我剛剛講的 在公館跟在明德兩個站 你就明顯感到公館那區域的 統一的管理性格非常強 那裡頭幾乎沒有人可以 實質做任何事情 可是到明德站那附近 這個個別的權利性就拉高了 其實在台灣各種城市 就是它不一樣 那我自己是覺得 其實個人的權利 還是要被制度的保障跟允許 不要全部的撤銷 這是我的態度 像去年 這兩年發生的一些事情 跟居住權利 跟公民正義有關的 比如斯大陸夜市 文藝院等等 這個公權利跟私權利之間的 矛盾越來越激烈 還會繼續發生下去 所以我覺得 在我們的社會寒購人 都市寒購人 其實就是有一個空間權利的問題 這是必然的 空間權利只是 你要把它拿出來討論這個問題 它裡頭會牽涉到政府的角色 以及公民主體在哪裡 這之間的判斷點 跟你到底信哪到哪裡的問題 那這個的出現就是90年代 我覺得90年代 是一個很關鍵的字 因為1987、1988就是解嚴之後 整個90年代 後現在主義開始蔓延 去中心 多元、多元價值 弱勢族群抬頭 要求權利再分配 與其同志工人 最尊客家與住民等 社群的主體跟身份認同 一時都通通浮現出來 所以那是一個非常蓬勃的 多元價值發展的一個階段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它遍立了 我剛剛講的公民權利的興起 公民權利在這一波的運動裡頭 開始展現 到現在10年後 它的力量開始出現出來 因此 這是羅索偉老師寫的 他說於是 有一種在地的感覺浮現出來 這是可以有好幾重意義的 一個正向的含義是 活出自己 這是相對於全球化的活出化而言 一個區域整體在文化上的迅情 感覺到一種自己特有的 可工作文化認同的部分 逐漸進行起來 可以比較自信地觀看自己的處境與問題 也可以說 逐漸形成一個 能夠論述自己的條件與分隔 這樣 這也是羅索偉老師寫的 他說這樣與在地的 既有環境 如何做結合的思考 逐漸蔓延 在台灣幾乎可以 未為風華的 違章建築 是其中可以拿幾個 沒有 這是我寫的 時間久了 我這麼忘了 謝謝你 OK 所以這個大概是這樣的 這是在一個時代或社會的含偶下 我來思考這個 老的違章 然後邀請這兩個人 我就覺得他們是很適合來回應這個問題的 因為他們兩個人都相信建築要以人為本 在同時他們也都尊重傳統的年間的技法 跟在地材料 這個重要性 然後同時他們也都能夠展現 現在 由下而上操作建築的這種可能性 也挑戰在地建築跟全力建築的關係 這是我覺得他們兩個人 邀請他們兩個參加的一個原因 那 這展覽的過程 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是請那個 王樹他送兩個研究生業博士生 跟一個碩士生 先到 以交換選人到我這邊來 讓我帶跟我三個月 那三個月他們身上就實質地去做一些違章調查 當作一個調查的一個文版 那這是他們調查的結果 讓他們做出了一些分析 這是中間的片段 我稍微看 因為他對於這個違章的形式 他在 這是其中一個也是生長性的 他是長出來 鴿子房 選入宿舍 陽明山住宅 南機場公域 那這個是 每一個他都 他都進去撤會 最後畫出 分析圖跟構造圖 那這個是擴張的形式 然後這個是案例調查 這是填充的形式 然後這是暫具的形式 那這個是大概是一個 以那個做出發點 先做他的一個背景的 這個一個田野的調查 剛做這個展覽的一個基礎 然後從這基礎 然後王宿跟那個 最後這個王宿 王宿他事實上 這是2011年他來我們這邊提出的 在屋頂上用木頭搭構的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有一個前身 他是在2010年 他到了雙眼展 他是 他被邀請 呈現了一件作品 叫衰變的窮頂 他就是用一個 簡潔的木構造 做出了一個窮頂 那我覺得王宿其實是在挑戰 因為我們知道 歐洲的土點 這個土真正最高的那個極致 就是那個窮頂 那窮頂是最困難的 而且是每個人都想要挑戰 一個更大更高的那個完美窮頂 然後王宿就用木頭 然後帶著幾個人 兩三個鐘頭 就做出了一個窮頂 我覺得他去踢館 他去歐洲踢館 讓歐洲人看 你們要蓋一個 弄拿我的木構造 一下蓋起來 這木構造有幾個特徵 他就是用最簡潔便宜的木 標準的木頭 沒有什麼特殊 然後他完全是互相搭接 沒有任何的釘啊扣索 全部是 他就是每一個都會搭接兩個點 一個是壓 一個是 一個拉 一個推 就是兩個力量 然後互相構成一個 連續性的一個結構 他這可以無限增長 可以再加大加高 可以一直做上去 他把這個 這工法叫做小木大構 用短小的木頭做出宏大的構造 那這個事實上是 中國民間的構造的一種傳統 就是因為中國木構造做太久 到最後事實上 大木跟已經很難取得了 大木大概頂多可以買來做你的主樑之外 其他所有東西都必須要用小木 沒有大木頭可以做大構造 所以他們發展出一種小木 然後用 他不用機具 他是用很多人 就很多人同時 每個人做一個工作 像這個東西就是 很多人同時 一做一個工作 二做一個工作 三這樣 就這樣做起來 他不用機具 他不用特殊工人 他材料取得很容易 构足迅速 這是一個非常有料聰明的方法 這是他們在維尼斯展出的時候 那這個外面掛的這個釘工 這個不是結構作用 這個只是要確認 改建跟改建 不要脫離太遠 你脫離太遠的風落 所以只是讓它維持在一範圍 所以這整個構造 是一個活性的一個結構 你假如有地震風力來了 它自己會產生移動 它用它的移動化解外力 所以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一個結構技 我們看譬如親民上的圖 這麼大的一個橋 你看到橋底下的構造 橋底下是小木 就是由小木做出的大橋 這個是一個傳統中國木構造 發展到後來 就是能夠用簡潔的短木 做出一個紅塔的構造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個技術 所以王術就決定 王術當時決定在一個屋頂上 挑選屋頂上做一個構築 先去就決定 他挑選了 這個事實上是我們是在一個 正式中泰的一個基地 這是一個準備要都更 但是還沒有談完 現在灰聖的部分 就是已經同意都更 然後白聖是還沒有同意都更 所以是在討論到一半 都更的都市場域 然後用這個場域 我覺得這個場域 我個人覺得非常適合 所以我們就決定用這個場域來做 然後王術跟憲俊來 我先跟他們走 就是在這裡頭 他們自己決定 他們要在哪裡做文件 那王術當然 他最下滑就是屋頂 現在到玄林屋頂 那憲俊他就覺得 他想討論那個後項 所以在後面的項目 他先去本來要把這整個項目做滿 那在我們的地圖之下 因為他這做滿 這個都是 這個是已經同意都更的 我說你只能在已經同意都更旁邊做 你都會在別人這邊做 所以後來他就說 縮小到這黃色的區域 那王術就在這一戶的屋頂做了一個圍件 那這個就是這個區域 他事實上屋頂幾乎都蓋滿 那這一戶還沒有 這邊這一戶還沒有 所以王術就選了這個 還沒有蓋 這邊做一個屋頂圍件 先駿就選了這個後面的巷子 來做他的這個文章的作品 那這是先駿的作品 那個Marco他事實上在這裡一個空屋 他在這裡做了一件作品 叫廢墟建築學校 所以因為其實 維章是要依附在一個主體上 所以我們必須在一個物體之後 我們就選這個Marco這件作品 當作物體 從這裡長出來 所以這個維章是要透過 進入這個物體才能夠出來 他是依附在這個Marco這件作品上 那先駿還是用他最熟悉的青鋼架 然後非常快 他不是用青鋼架 他是用那個施工音架 他把施工音架很快的轉換 所以他們兩個的這個作品很特殊的時候 他們的材料做出來之後 都是可以回收回去的 這個施工音架就是回給那個一道場 然後王宿的那些木頭搭完 拆下來就全部又是木料 直接回木頭場 完全被破壞 一個釘子都沒有釘上去 那這是先駿做的系統 他當時的那個材料變了 然後這個是當時發展過程中的討論 然後他是希望把這個 他認為後巷曾經是一個共有的空間 是可以產生出一個很好的一個都市 一個社區的一個互動的一個場域 但是現在後巷都變成是一個 大家不願意去的地方 所以他希望構築出一個後巷 然後構築出一個平台 像是大家共有的一個居住跟生活空間 然後這個其實還蠻有趣的 因為我們其實要去做這個 即使是已經選了這個 已經同意都更的 那這些沒有同意的 我們還是過去跟他溝通 跟他說明說 我們要做什麼做什麼 然後要爭取他同意 他們一開始 那個溝通過程都還好 然後仙俊他有一天進來 就是鷹家就搭起來 他很壞一兩天都搭好了 搭完以後這些出戶就下壞了 你看看怎麼會有些東西跑出來 就開始反彈 那這一戶 這是一戶 這一戶的住了一個單身的女性 大概四十多歲 基督族沒有任何意思 然後他就非常的暴怒 他就說我們蓋在這邊 那壞人會從這裡爬進他的窗子 他會嚴重的危險 所以他堅持要令他拆掉 所以他堅持拆掉 我們就拆掉了 因為他暴怒 然後再跟他溝通說 我們搭起來沒有拆掉 開展前一個禮拜搭好 他暴怒就把他拆掉 開始溝通 然後跟他說 這樣子 OK那我們把這邊用帆布全部封起來 所以這邊完全過去也看不到 然後同時在這裡 裝一個二十四小時監視的人 監視的人 幫你確認沒有犯人 跑進去 然後他還是不同意 可是我們說 就一直溝通說 這全部都 就保證沒有問題 什麼什麼的 裝半天 所以他就說 好你們這個禮拜六要開幕 好那讓你展示 禮拜六跟禮拜天兩天 禮拜六就給我拆掉 那我們就沒辦法 就禮拜四禮拜把他做起來 禮拜五開機 禮拜六展書 然後他後來他就自己來走一走 然後他自己就覺得還蠻好 他就讓我們展下去 然後這邊 你看這邊 先進的這邊 坐到這邊 這裡一樣的 這裡 OK 坐到這裡 也是一樣的事 這是同意多根的 那政府還沒同意 這裡頭住了一堆老夫妻 很老的 老學員跟老太太 他們住在裡頭 然後這兩個 你是看到這限制 你蓋了他隔壁來 也非常絕對威脅大 他們也強烈的大力 就說 你要保護 不行 不能蓋 要求 然後我們這門應該要溝通 最後就問他 其實你 其實這個都是要互利的 你要想到 能夠提供對方什麼 如果他能夠 你能照顧他一些事情 他就會寬容你一些空間 所以我們在想 能夠幫他什麼 就問他說 最後發覺這對夫妻 確實有一個憂慮 就是他們在這個牆 他們的牆上 長了一棵大榮樹 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棵榮樹 有沒有 這是一棵榮樹 是長在他家的牆上 就是 然後已經長成一棵大樹 然後這對夫妻 一直覺得這個榮樹會越長越大 然後有一次颱風來 這個榮樹就會把他們家壓倒 所以他就覺得很擔憂 然後我們發覺的很重要的事情 就跟他說 你看 我們這個已經搭到這裡 就在你的榮樹下面 那 你讓我們展覽 展覽結束的時候 我們幫你把這個樹除掉 所以你就達成協議 那這個樹也很好 這樹最後就變成 它最後 天氣就把那個家裡的神台 放在那樹下 一個大榮樹 還蠻像的 這裡有顆大榮樹 就在那邊 那這兩個都是 極烈反對 他們牆內反對 最後都OK了 那就做起來 然後憲俊 就搭在這裡 這基本上是 變成一個 注目的 奉用的 一個偶像平台 大家可以出來 在這裡有一些公共空間 可以聊天 可以做一些事情 這樣 那這句 這是我跟憲俊 合作的那麼多是 裡頭 我覺得他的作品裡頭 最思議的一次 裡頭 他通常沒有當思議 然後這是裡頭 這是裡頭 那這個就是 這塊 那邊就是 擋掉 保護那個 那個 待生女性 這上面就是這樣做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 一個榮樹 就在它上面 榮樹下面就擺一個 類似神台的東西 整個這個空間 是從那個 Marco的這個學院裡頭 我們從窗子 跟從他的 後手廊 直接走出去 穿出去 那這個是另外 是王宿的作品 王宿作品 叫《一方一圓》 那他選的是 在這一部的屋頂 然後他 當然因為他當時不能過來 所以他整個 整個 他把這個測量 什麼資料給他 他就在 他就在 中國美院那邊做好 他的整個設計 然後想法 但是 他 他在 威尼斯做的那個 只是一個 一個測試 還不是這個真的構築 也不是要放在現場上 存在的東西 所以這個事情 對他來講 也是一個高挑戰 所以他畫 這都是他畫的 非常完整的一套圖 那這個整個東西 是 全部 他就是 活的 搭的 沒有鎖 就是搭的 用力量的平衡 壓 用兩張 兩個力量把它頂住 這樣變成一個構造系統 這東西 這底下的平台 那這個是 你可以加一些板 讓你掉一些東西 當作屋頂 然後這是整個 在屋頂搭起來的樣子 這是搭的樣子 這是他 他把這個東西發展完成之後 然後他們在 通過每月 就是他的學生 先做一個 十分之一比例的 試驗 做一個模型 把這個過程 先操作一次 就他們就開始做 然後他把這個 做的過程 拍成照片 然後寄給我 然後我依照他的這個東西 在台北做 由我來把它 由我把它做出來 直接裝上去 好 那這個是在 最後在 他們做實驗 四分之一的實驗 一個產品 把這個東西做好 然後這材料 所有東西都 都送過來 然後 我們在這邊做 但這個都不太好做 因為在這屋頂上 沒有施工空間 所以整個做法 我其實是整個 把它分成三段 然後事實上 是在工廠 全部做好 做好的時候 先把它 假固定 全部都鎖起來 所以它是一個 硬 對 然後把它運到這個底下 跟著三段 這個硬的 釣上去 全部擺好之後 再把那個 抽掉 再把那個 假固定的東西抽掉 讓它變成活的 但是我們 開展前 因為這個釣上去 全部擺好之後 我請那個 那木工廠 把這個 全部拔掉 他們拒絕 他們就不相信 拔掉之後 不會拔掉 因為它整個 施作的過程 它還是用一個 硬性的構造去做 它就是先把它全部鎖起來 就像我們做一個 木工廠一樣 做好之後 可是它整個 整個背後的思考 它是活的 所以有時候 要拆掉 那個 那個 木工師傅 打死不肯拆 他就說 他不拆 他說拆了會垮 他說 跟你保證不會垮 你要拆 然後 他說不拆 我說 你假如不拆 明天王樹來 他就翻臉 這個 你的東西要是鎖起來 就不是他的作品 反正 那個作品的價值 就不見了 那差太遠了 那從他角度怎麼可能 所以我一定要他猜 他一定不肯猜 最後 我跟他折衷 你猜我怎麼折衷 你猜我怎麼折衷 你站在裡面 沒有 我說 OK 明天王樹來 或是所有參觀人來 這樣走 OK 在這裡走 看得到的地方不准鎖 看不到的地方你要鎖 我不管 就 後來是這樣折衷 所以 他們不敢猜 他也許在背面 上面看的地方 他螺絲鎖著 但我不管 可是我說 你不准讓我看到 任何一個東西 其他的你要放幾個 我說不管 結果最後是這樣的折衷 說王樹 我不知道哪有鎖 王樹來 他就說 你很好 但是 其實還蠻有趣的 但是聯目共事部都不相信 這個共照可以 佔得住 他身上是佔得住 他這個重品擺上去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王樹的想法是 他喜歡喝茶 他有點像 古人 像朱鎖鎖鎖 他想說王佩珍鎖鎖鎖 坐在地板上 喝茶 彈鼓琴多棒 他身上想 我覺得是不太可能 因為 因為好像 那個都市 因為中華路那個 吵得要死 所以不太可能 所以我 其實那時候 是建議說 我們在這個 邊緣這裡 做一個鞦韆 讓觀眾可以這樣 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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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再 對 沒辦法 但我想那樣 他不錯了 你這樣放出去 然後 你覺得不會比喝茶 要更強度 不過 兩人都沒有達成 然後這個就是 最後就做起來了 這就是在這屋頂上 然後 在上面有太陽板 屋頂打不起來 大概這個是兩人的作品 那這件作品 這個展覽其實 花費不多 也當時被定位 是一個中小型的展覽 但是產生了反響其實大 然後造成了很多反響 非常多回憶 超乎我們的意料之外 事實上另外一個有趣的事情 就是當時主辦單位 我跟主辦單位說 我們這蓋起來 因為當時就先進在這廣場做的那一棟 當時我們就被解決 就是違章 然後但是我們跟市政局說 這是展覽作品 它不是違章 它是藝術作品 它是展品 然後他說看得像房子 我說看得像房子還是藝術作品 他說好 如果是展覽作品 不是房子 那我給你存在 但是不准人使用 所以那個就可以封起來 不准上去 因為那個蓋那個 我們當時的概念就是叫 就是說你買不起房子 你自己來蓋房子 所以我們當時是發布新聞 請大家來一起蓋這房子 你先運這房子 任何人都可以蓋 然後你就是 你上班族你哪一天有空 你就填時間 我今天工作三小時 你就填 然後你總共你工作 譬如說十小時 然後我們開幕後 我們就分配 這房子 你可以擁有多少時間 那個時間是你的 你可以帶你東西來 請你朋友來 你就住在裡頭 那本來是一個 這樣一個交換的計畫 那交換就要後來被擋掉 那就不准人進去了 但是那個 那就被施政所認定是違章的事情 也是存在的 所以當我們要做這個 我知道這個也會發生 可是當時我的策略就是說 不管你 我就讓你認定是違章 讓你認 因為在這裡 我們讓他認定是藝術品 結果 認定是藝術品的結果 是不准使用的 那我就 乾脆就 我就承認我是違章 那承認違章 政府會 就是有人舉報 他就來了 來了以後就開一張 那個說 請你一個月後自行拆除 我才能知道一個月 就滿美 而且我還很希望他開給我 就可以把他框起來掛到那裡 可是 有政府證明我這是違章 你看多好 那可是那個主辦單的狀態 還是很擔心 所以他們私下就發了一個公文 跟政府說 我們這是展覽的作品 然後請報備 何可 然後一直到開幕 錢都沒有 開幕前兩天 才忽然收到回應說 通過了 所以這不是違章 那我真的很希望 很希望他開一個罰單 開一個證明 我就把它框在那裡 框兩張在那旁 作品方面 不是也太好了嗎 我就沒有了 然後沒有 可是開幕當天 市政府說 幾百通電話進來檢舉違章 這樣我們也要 你們蓋違章 你要去拆而散 就一直在檢舉 那 但是那時候去上市 當時是很有趣的 因為一開始 我覺得政府 一開始 到開幕之前 忽然我們接到說 那個都發局局長 要來參加開幕節目 然後就來了 然後他就說 他只是來 他不要致辭 我說 那這樣當然不能打給他 然後來做的 結果他就上去致辭了 我真的跟市政府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就有一些有趣的一種關係在裡面發生 那無論如何 這個東西當時有蠻多討論的 包括這個其中一個 這個中橋 他那時候在中國時報寫了一篇評論 他說他看先一句的作品 想到一些事情 我把它稍微移一下 在他經歷的作品裡頭 出現了另一種遙遙晃晃的不安感 這種不安 歸根究底 就是亞洲對於過後經歷的不安 也可以說 他就是存在於亞洲內部的第三世界性 內部的第三世界性 我覺得非常有趣 他意思的第三世界性 是你自己存在於你自己內部意識的 自我認識的第三世界性 那這個如果不去逐 你就是永遠 就好像你用了 我就是應該是奴隸的那個 一樣的這個意識形態 那這個是 他覺得我們還是 我們的社會 還是存在一個內部的第三世界性 這才是真正的可怕 那不是其他東西 那這種存在於亞洲內部的第三世界性 就是台灣在發展自體建築美學 時抽出不安的原因 就是我認為 我們不敢承認自己土地長出來的東西 因為我認為這東西一定有問題 聽不起簡便 因為這種第三世界性 在面對現代性時 往往會經責於 對方的巨大號、高科技、單一大系統 以性秩序觀 因而對自身所具有的威信 雜亂以低科技的現實 新生不安且難以正視 那這個時候 我其實我一直很喜歡 吳玲林音信 在1989年寫了一本 叫《隱藏的秩序》這本書裡 當時他的思考 思考東京作為一個影科都市 的現代性是什麼的時候 他說在東京這種混合的現代感當中 我們可以感覺到屬於日本特有的民族特性 這是一種生存競爭的能力 適應的能力 以及某種曖昧調等的特質 渺小與巨大的共存 隱藏與外露的共生 這是被西方秩序中找不到的 他用東京來形容這東西 事實上他這形容放在台北更適合 比東京更適合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 他在台東京的時候 在我看起來完全都可以放在台灣 來做同樣的思考 在他的日文史中 其實是特別強調 居住者的生存競爭 適應共存共生 這些本能的需求 並且他給予這些 底層的現實高度的評價 點出亞洲城市 由下而上的隱藏性內在特質 以西方大城市 強調由上而下的外在表象 是大相同的 從本尤其我們可以看他 接續這個思維 他在他成名的這本書 叫《東京製造》裡 他也擁抱 讓他覺得有著無恥感 他當時從巴黎跟他太太 回到東京的時候 他說他看著東京 他長大了東京 他充滿了羞恥感 他覺得東京是一個無恥的層次 完全沒有廉恥感 就是令人丟臉 可是他慢慢的 可是他後來開始 重新用別的角度看東京 他說吸引我們的 並非建築上的構成美學或形式 而是以直覺對應周遭環境 與內容的優先目標的建物 我們以著夾雜、愛、侵略的感情 以稱他們為無恥的堅定 這是他對東京重新定義的 這是大概在2001年出的書 也堅定地確立地以自身現實為基礎的美學觀 並且表達意欲向公平美學做學習的態度 而這樣的轉變與確認 其實就是對於前述 存在於亞洲內部第三世界系列的一種積極迫進 假如說回到由上而下 由下而上就變這個 王術他在之前 我跟他做一些Email通緝的時候 他這樣寫 他說 在我身上的生活的尊嚴 來自存在感靈造 這才是建築活動的使命 我堅信生活是不能隨便簡化的 我們熟知的那種飽含差異性的生活 不可能由自上而下的權益制度產生 不可能由作為其附屬的專業設計制度產生 他的發生必然是由下而上的 王術他積極地伸張了自我媒敬的價值 這也是他寫的 他說 讓我感到震撼的是 無論是在杭州還是在台北 違章建築常常呈現為一片連連嘈雜的群體 但仔細看 他們並非混亂的建造 而是直觀可見的清晰做法 使用所編一切可以回收使用的材料 最輕的結構 最簡單的工法 比這種簡單工法更重要的是 他居然可以生成一種語法結構 與城市的自我生長秩序最大程度相符 並且幾乎是本能的貼近自然 呈現為一種結構性的人性 容易忽略的是 在這種看似違章的建造活動中 所包含的手工將益 與其適應自然的價值觀及和生活方式 這是雅生建民中最重要的原創力量 柯比毅在最早我們都很追跡的 《邁向建築》裡頭 他就很明確地宣告說 當前就是一百年前他就這樣寫 他說當前建築所承擔的是住宅問題 其實這樣我們這兩天跟光老師 來參加一個 就關於家跟住宅的這個問題 到現在柯比毅一百年前說 住家還是建築最大的挑戰 到今天還是 這個問題還沒有真正的解決掉 這是一個很掉本的事情 一般的住家以及工平常人使用的住家 這是當時他覺得這是建築最大的 我們這兩天也在談這個事情 建築的重點以及不再是工店 這是當代的徵兆 還接續說的建築並不在於專業技術 關鍵在於建築必須能夠傳達共同理念 所呈現的變動性 那這最後一頁 可能今天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對我來講 這個以違章建築為本的展覽 除了是反映台灣公民社會 逐步成形後 結合在地現實的公民演學 必將也會同步發展的事實外 本意也在於藉由伸張 跟接受都市的現實現象 所以藉此扣交思索 本意是在建築與城市的本質問題 那大概我今天就講一遍 謝謝 謝謝藍老師 幾乎在不停的狀態 很準 很準的在一百小時之內 講完三個 藉由三個發覺 從設立到兩個城市實驗的行動 小小的行動 然後直到剛剛在文部委員長 他其實剛剛在講這些事情裡面 他跨得非常多 之前我剛剛提到的 不管在自己的文學創作 自己在不管側展開 對建築的觀點 那我們其實 後半個小時其實就是 屬於開放給大家的Q&A 不過我想 因為我自己 也身為建築師 那我其實也同時在觀察 那些建築或是世界上的一些趣事 那我想 等一下我邀請大家 如果有什麼任何問題 可以直接發問 那在這之前 我可能先請教 讓老師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我會回應你 剛剛幾個展覽 其實是非常接近你自己的 包括在文學或建築上的創作 我覺得 你今天提的議題 因為兩件事情 對我來說是蠻重要的 一個事情是 非常貼近於現實 這個貼近於現實 具有相當程度的浪漫性 對我來講是非常浪漫的 包括你被你挑出來的 我一直在觀察被你挑出來的 建築師或者是藝術家們 其實一個人都有一個 非常非常浪漫的 這種自己的情懷 等一下我會說這些面 可是還有一個蠻重要的事情是 背後你的整個測感論述裡面 會有一個非常強烈的 接近暴力性的抵抗 它有一個很強烈的抵抗性 這個抵抗性跟浪漫 其實有時候是在一起 因為藝術創作都在尋求這個事情 有點像吳鳳 我不敢說 等一下講 因為其實創作也是這樣 我們說藝術創作也是 必須在極度浪漫裡面 找到那個抵抗性 可是你的抵抗性又更外顯到 跟社會有一種狀態 你剛剛用的是權力 用一個由上而下的關係 那從這兩點來看 其實好像那個脈絡裡面 有一種潛在的狀況 包括你挑的幾個建築師 其實 恩老師他從以前到現在 挑上的幾個建築師都非常有趣 這也是我自己的觀察 而且我常常說 他挑到的最後這些人 都會是Futurely非常棒的 會挑 我挑到的都是只去跟他講 對… 沒錯… 所以你把你的情懷放到別人的身上 然後你把觀點放進去 比如說你在… 你其實第一個 我比較觀察的其實是 已經是台灣建立起來的 王大鋒建律師 其實他就是一個極度浪漫的 如果從他的銀色的月球 包括他的文字 他其實對文字非常敏感 對生活作造也非常敏感 可是你也可以是知道在浪漫底下 他最後是在吃大抵抗之後 選擇推到文學裡面去 其實跟你的結局很像 對… 不過那個是一個… 算是一個台灣很重要的一個 那在這之後 我又觀察你找到了幾位 剛剛講測載的 年紀稍微大一點的 謝英俊 謝英俊如果大家理解他 他也是一個極度浪漫的人 所以他背後 有很理性的思維 可是 是超級超級浪漫的 不然沒辦法這樣子過 都是幾年都是這樣的狀態 包括房生緣 謝英俊現在已經是受到全世界 德國、大陸、全世界 非常關注的一個… 一個自主營造的介入室 包括黃生緣 他一直躲在宜蘭 他其實在做一個超級浪漫的 也是一個超級理性的 而且都有磨通抵抗性 謝英俊有磨通抵抗性 黃生緣有磨通抵抗性 剛剛講黃生緣其實是同一年度 2012年吧 同一年度跟忍清悅同時到深圳去 他拿到那一年的大陸的建築獎 你拿到的那一年竟然是評論獎 不是策戰也不是建築 反而是又回到他的本行 就是同一個評論 對 那年滿高溶的 五個大獎 台灣得到兩個 對 那一個是評論 大陸有打快 百分之九十幾 都是在非常資本主義的發展裡面 可是 那個百分之小小的元素被 你跟黃生緣就挑動起來了 我覺得沒有趣 等一下你也可以看看 包括你找王樹跟劉加坤 這兩位也是在大陸 算是異類的 然後具有經濟的抗性 那年輕的這些人呢 包括廖偉麗 廖偉麗 我比較大曉得 他是在台中 也是一個極度浪漫的建築師 包括曾偉 剛剛在三位那個 做健身的那個 廖偉麗得了非常多的獎 曾偉後來去為你 代表為你台灣 去做台灣館 為你施建築雙年站 包括有國差 我想這個脈絡下來 其實你選擇的不是全部選擇的 你有一個 你自己的觀點跟看法 而且在看法站 很早一些 你就看到那個 的這個 這個特質 所以我常說你剛剛用 王樹的那個叫做小木大購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就是說 你企圖用這些小小的這些人 去結構一個 很完整你自己的眼睛 你要不要說說你對於這些人 還有我剛剛講那個李康慶 這裡策展出了 很平伏直樹的去討論 剛剛那三個展覽 是不是你在建構你自己的想法 跟人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 或者是說 我剛剛說他對 所以中國大陸其實不大的影響 我看起來 所以這個要不要說說一下 其實在社長過程 或者在縮選過程 在對象的挑選 我其實並沒有很理性的 我通常是很直覺的 我基本上是會要感覺到 你讓我興奮起來 你做的事情讓我興奮 就這樣 然後我對你展示套情 是從這裡出發 你必須要有一個 什麼東西吸引我 然後那個東西 但是我不見得完全明白 那我直覺就不要吸引我 然後 所以 通常是非常直覺性的 那直覺性 現在其實還是常常是這樣 因為 像 比如說黃千志 他今天 他也是 我也是覺得 但是我對他作為 都不認識 像 那一次展晚 其實像 曾偉跟劉河昉都不認識 就是 直接一問電話 直接打過去說 我說 我說 然後我看到你什麼東西 我想跟你談一下 其實對他也還沒有很認識 對 但是其實你可以感覺到一種特質 特質就是 他有一種 個人的特質 那 他的特質如果得到 適當的發展 就會長出來 我覺得策展其實到最後其實要用這些人的力量 策展人是要透過這些人的力量讓我們整個展覽的力量 不是策展的力量 是策展人 你只要挑對人展覽不會出錯 你框架跟框架對 人對 自然會很OK 所以其實很關鍵的是在 我通常在策展的時候 我挑人的時候會比較花時間 可是挑定了進去用的時間太晚 因為我們懶得你怎麼作動就隨他們去做 但是不會跑太遠 人對不會跑太遠 所以這個是一個 那就是說對大陸 我覺得不太是我 但是我覺得台灣就像天鋒華森遠 事實上是對大陸感受的影響 他們整個的 他們的一種做建築的態度 如何做建築 為什麼做建築 這些觀念我覺得其實是台灣整個公民意識的 他們反映的公民意識 這個從公民的一個角度來思考建築 這個是完全顛覆他們那個 整個被資本貫穿的那個系統 那我覺得也會震撼到他們一些重要的建築 他們會開始感思自己的角色和物質 那個力量就有點像是那種 怎麼說呢 像武昌起義 其實武昌起義 可是想想好像那時候 武昌起義不過一百多個人 居然可以把一個四億的中國殆覆掉 這是 它殆覆其實是思想 它不是實體的殆覆 那我覺得先進去跟黃色眼他們在思想上 已經有 已經產生出一種 對於整個大陸建築信仰的一個 一個滲透跟轉戰 也因為這樣我特別覺得你的策展 雖然剛剛一直在講 以城市現實為一個思考的對象 而我一直認為 台灣少數在建築上面 具有藝術性的策展 遇不多 因為藝術最主要的就是 我剛剛講的兩件事情 那個抵抗性 跟某件事情創造它的關係 所以你選的可能都不會是 一般我們建築裡面 professional 我們稱為叫做設計 而是那個藝術 就是那個藝術的那個 建築藝術的那個成分 我想這個是比較可以看得到的 雖然看到的都是一些行動 或者是一些小小細微的遊擊戰 可是我覺得那本背後 其實有一個比較強烈的藝術觀點 我想問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其實你剛剛用滴藝術在講 日本的這個現象 我倒覺得他講這個現象 在日本沒有完全的被實現出來 也就是說 日本其實對於細小微小的失誤的 觀察的敏感 阿浮邁跟什麼都有 可是它在表現上 並沒有那麼的劇烈 沒有那麼的強烈 所以你在觀察那個東亞城市裡面 其實那個細微的程度一直 那個有機細微一直在被呈現 可是最後那個力量對裡面被呈現 那大陸最近或許有 可是也不多 那其實台灣好像是一個 某一種土壤 是有機會在做這個事 可是這個機會又好像沒有辦法說得很完整 或者說是不是要說完整 本來就是一個課題 OK 那我想問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從 找到日本的這些建築師 華人 甚至於東亞你也辦過了 你最近辦的這個在衛冥的 在雲朵 在美美館 好像那個東亞的這個事情 你似乎好像很想 你願意藉由台灣的一個走點來觀看 或者是來發出聲音 這走點的發出聲音 可能放在大陸發聲 或大陸發聲 就不太會一樣 所以我想問問 就一個測載人的觀點 你在看這個譜信裡面 台灣的走點到底是什麼 它到底可以發揮什麼樣子的功能 就是前頭講到的就是日本跟台北 台灣的差異 就今天其實我們那個活動 今天原來在演講 演講完 我跟他有一個對談 那我實際上也問他說 這同樣的我們在 同樣操作的 這個事情 我問他說 你在日本操作 跟我們在台灣操作 你覺得兩邊有什麼差異 他的回答其實是類似 他說 在日本 因為日本對於細節跟完美的要求 使他們喪失一些力量 那他在台灣的感覺 才能感到一種更直接的 動作力量 然後滿期待這個力量 可以在台灣的這次呈現出現 他也很清楚地看出這個 那實際上是 日本的優 他的優點 有可能也是他的缺點 可是反向的 我問一下 另外反向的是 這些 這些優點 其實我們慢慢的 在這時間也都感覺得出來 可是它有什麼樣子的盲點 或者是說 你認為 那個力量要怎麼再進去 他才 那有點像你 後來問的問題 就是台灣自己的主體 相當的自己的主體 說自己 有沒有辦法承擔 在一個區域中間的中心性 我覺得是 當然應該要 而且有的 我在去做威斯商園展的時候 其實同時進行的這件事情 因為 我覺得台灣的那個邊緣性 太明顯了 就是 台灣的邊緣 人家連宴會不邀請你去 我到威斯商園展 那個大會總車展人 他們大會總車展人 那高階 沒有一個人能夠打過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裡 就從頭到尾沒見到 唯一見到的一次是 有一次我到威斯商園展 一個中國餐廳吃飯 王樹在裡頭 他跑過來跟我打招呼 我說你在吃飯 他說 那個大會總車展人 他們最高階的那幾個人 請他吃飯 他指定來這個餐廳 所以他不通通在那邊 他說 我幫你介紹 所以我過去的朋友 就這樣而已 他們請王樹吃飯 然後他們完全不跟我 打個交道 所以那個是很 這是一個現實 但是這個現實 也不是不可破解 那其實我在去之前 有威斯商園展 所以我在去之前 就去上 已經主動聯絡 我當時一聽說 我跟王樹認識 是因為我一聽說 他代表大陸去那個 中國館的第一屆 所以我就立刻透過朋友 幫我找不到他的E-mail 我就寫信給他 告訴他說 我們是台灣車站 等等 我就看了那些東西 我們就跟他密切的開始對話 然後我說 我們跟他一起在問製作的事 所以我說 到時候我想在台灣管 你問他 那我就是 亞洲 亞洲問他 所以說亞洲管 中國 但是當時我不想要日本 因為日本已經 好像非亞洲 所以日本完全不接觸 然後找了韓國 找了香港 找了新加坡 都聯絡好了 都聯絡好了 東東 新加坡 對 韓國 中國 香港 新加坡 跟台灣 就我們已經都排了 也發訊息 就我們會在台灣管 做一場 認談 關於亞洲城市 那這個題目 也夠好 然後亞洲的全部的 策展人 跟那個 通道場 然後我們就對 國際發聲 然後是以台灣管 做中心 那這個事情到最後 稍微有一點波折 就是 王宿到 我們在部展過程 王宿有一點點 擔心 中國管 等等 他不確定 那我就說 這樣子我們不要在台灣管 但是我們主辦 我到外面的飯店 找一個場地 還是一樣做 那他說OK 可是 後來是我們自己 這邊的主辦家 都不准我到外面去 我說我自己付錢 不行 他說一定要讓他進這裡 後來就破局 他就不來了 他不來 那香港管自然 迪斯瓦夫不來了 然後韓國管 我不敢跟他講 因為我想想來 就只剩我一個人 然後最後韓國管 就來了 然後找了 就破局了 但是是可能出現 那個破局其實是我們自己把它破掉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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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的破局是 我自己會在裡頭牽扯一些證詞 自己會把自己辦的 東倒西歪神社做不起來 所以 但我不覺得是不可能的 但很多時候 像其實 本來那個 我提案 我當時那個 我提案 我是要 就有點像 我這樣做的 我要進到 威尼斯城市 然後去 用走突襲的方式 兩小時在那裡就做 但是我要製造出一個 城市事件 那這城市事件 可以直接在報紙上 報出來 對 全部被我們自己的人擋掉 他說 他的外國人 不會准許的是 我們自己會准許 好不好 也跟著這個 其實也可以看得到 就這兩年 2012到現在 剛剛提到 黃森遠在深圳 然後到中國建築的手腳 其實非常特別的是 就是 日本的Toto 在今年7月 邀請黃森遠去 幫他做一個特展 其實Toto本來 這個角色在 一個叫Garrymore 本來要找的 以前都是安藤 伊東這些 今年反而是找的 黃森遠 顯然 我們的某些主體性 在某些時候 其實是蠻強大的 只是說 在這個內部裡面 比較沒有被發現 或者是被感受到的 在亞洲裡面 其實不只是對歐美 在亞洲裡面 其實已經發酵到某個程度 對你的觀察 其實在我的看法裡頭 我是把它放在一個 全部結構的關係裡頭 他們兩個都是 結合公民權力的角度 在建築 這個東西 這個角度的 遷入建築 台灣是領先的 在亞洲是領先的 世界上也是領先的 所以他們當然 拿到哪裡 都是得到天氣 因為他們已經在 那他們也先不存在 來於自己 來於他自己 是來於台灣 整個公民社會的 發財分身 可是他跟這個力量 結合在一起 這個力量 變成他的力量 台灣的這個公民運動 的蓬勃跟激烈 就變成他做的力量 那這個力量 也沒感覺到 我也很相信 包括香港也受了一份 台灣最近的這個 一種的全民力量 其實影響很大 有些人 有些人 在炭彈 你真的不認識 對嗎 他這麼說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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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